上一讲留下了一个问题 在赵国将相和之后 最紧张的会是谁呢 是秦国吗 所谓将相和 意味着国家最高阶的文官 和最高阶的武将 肝胆相照 修其与共 而这正是国君最为祭达的事情 韩非特地叮嘱过 将相之管主而隆家 此君人者所外野 意思是说啊 将相架空君主 给私家老好处 这是君主必须加以铲除的 所以古代官场 尤其是中央高官 要想明哲保身 就该跟铜鸟保持距离 而皇帝呢 也乐于看到群臣不和 因为大家越是不和 自己啊就越安全 也就越方便 居中搞平衡 随时呢 可以假守一派 打压另外一派 而赵会文王 好容易熬死了专权的礼队 如果还能眼睁睁的 看着自己手下 最得力的两员弹将 集同文景之交 而无动于衷 这个心啊 也确实太大了 集权政治里 君主站在金字塔间 一意欲众 最怕大家团结 大臣呢 不但彼此之间 不能关系太好 大臣和下级的关系 大臣和百姓的关系 都不能太好 所以将相和的故事 在大臣关系里 既是典范又是特例 而资格通界 接下来要讲的 田丹的兴起和越议的结局 刚好又会涉及 大臣和百姓的关系 大臣和国君的关系 这两大敏感问题 问题浮现的样子 和解决的方式 都会比将相和的模式 现实多了 我们这一讲的重点 就在田丹身上 这个名字你可能不熟悉 但战国史上 赫赫有名的火牛镇 就跟他有关 咱们先来说说他的出场 自治通界从 史记田丹列转取材 采取追续手法 说当初燕国军队 大举入侵齐国的时候 达到齐都林兹旁边 一个叫安平的地方 林兹一名负责市长管理的 基层干部田丹 当时正在安平 眼看敌军就要打过来了 当务之急是 怎么逃命才逃得掉 人人都在想办法 田丹的办法是 使其宗人 皆以铁笼付车位 这是自治通界的原话 表述很不准确 我们需要记住一下史记 史记说田丹是国军的远亲 在林兹混了一个基层公务员干 并不被人重视 在齐敏王逃出林兹之后 田丹和一些亲戚 一起逃到安平 在安平稍事休息之后 田丹让亲戚们做了一件事 把车轴的末端弄断 再用铁皮给车轴和轮毂加固 自治通界 恰恰删掉了 截断车轴末端 这个特别重要的细节 为什么要截断车轴末端呢 这就需要了解一下 当时的车辆结构了 当时的车按照轮毂的长短 可以分为短骨和长骨两类 今天我们谈到轮毂 通常指的是支撑轮胎的金属轮圈 而古代所谓轮毂 是指车轮中心 供车头贯穿的那个圆孔 车轴贯穿轮毂之后 会在轮毂外面伸出一节 这一节可长可短 短的叫短骨 长的叫长骨 通常的车都是长骨款 从轮毂伸出来的车轴 长达半米左右 那么问题来了 车轴为什么要伸出来 这么长一节呢 但是原始阶段的车子 并没有这种设计 后来呢 为了速度更快 操控性更好 车厢啊 越做越小 这个轮距呢 也就越来越短 相应的车轴 也就越做越短 而车厢小了 轮距和车轴短了 车子跑起来呢 就不容易保持平衡 怎么办呢 古人啊 想出了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案 那就是车厢和轮距保持不变 但让车轴伸出轮毂一节 这才有了长骨车 乘坐起来啊 更舒适 不容易翻车 长骨车 还有一个优势 那就是作战的时候 伸出轮毂的两节车轴 就像两根挥舞如飞的大棒 既可以有效的攻击敌人 也是很好的防御武器 阻止敌人靠近 为了让车轴的延长部更坚固 有更强的攻击力 工匠会用金属把它包裹起来 包好的这段金属桶 有个专门的名字叫胃 胃这个字呢 还能当动词用 意思是用胃向对手发起攻击 当我们明白了这个背景 就该怀疑田丹的动机了 敌人奔临城下 为什么要让亲戚们 都把车轴的延长部分截短呢 这样一来 这些车轮看上去 就和今天的汽车车轮差不多了 轮毂部分基本是平滑的 防御力 攻击力 安全性 和乘坐舒适度同时锐减 等燕国军队攻破安平 燕国人蜂拥逃命的时候 马上就显出了田丹的智慧 长古车纵有千般好处 但经不起拥挤碰撞 结果纷纷的陷入瘫痪 车上的人呢 都被燕军抓了俘虏 只有田丹和亲戚们 乘坐短骨改装车 顺利冲出了城门 老王吉莫 接下来的日子里 燕国军队所向披靡 齐国全境除了举城和吉莫之外 通通沦陷 举城那边爆发了捉齿之乱 后来王孙家杀掉捉齿 齐乡王临危受命 这是前辈已经讲过的 而在吉莫这条线里 也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危机 吉莫大夫不幸战死 城里啊群龙无首 只此生死存亡之际 必须布局一哥用人才了 大家因为田丹在安平的出色表现 一致推举他担任吉莫的 最高军事长官 再看粤翼那边 分兵攻打举城和吉莫 打了一年都没打下来 索性解除包围 让两地燕军各自聚成九里之外 修筑营垒 看样子虽然不打了 但做好了长期驻军的安排 粤翼还发布命令说 城里的人如果出城 我们不但不要抓他们 看到贫困人口还要救济 让他们恢复生计 我们要用这个办法 来安抚新晋归降的齐国人 粤翼努力实施随进 按说举城和吉莫的齐国人 就算出城投降 也不至于遭到虐待 反而燕国为了邀满人心 不但给了齐国精英 更好的上升空间 还会给齐国百姓减免赴税 但是举城和吉莫 偏偏死硬到底 死硬的原因 很可能是举城那边 齐乡芒已经继位 大家有了主心股 而粤翼撤围 导致举城和吉莫生息相通 让吉莫这边呢 也有了叛同 所以今天给历史复盘 实在很难理解 粤翼当时的想法 毕竟不搞信息封锁的话 那麒香王继位的消息 很快就会传遍齐国全境 这是古今中外 任何一支侵略军 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形 约翼如果真的要搞绥靖 当然不是不行 但首要的步骤 就是在临滋扶植一位齐国公子 就任傀儡齐王 从此在举城的那位齐乡王 就变成伪齐王了 很多人啊 都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傀儡能有多大的号召力呢 当然会有很多人意识不到 傀儡王的傀儡身份愿意孝多 但很多人肯定 还有清醒的头脑 看得出傀儡意味着什么 按理说不会服从 而事实上就像孔子说的 唯上智与下渝不宜 下渝听风就是雨 只认国君的旗号 根本不管是真是假 上智呢也明耳聪 心思缜密 马上呢就能识破傀儡身份 拒不服从 非真亡不认 但是 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介于 上智和下渝之间 虽然没有忠贞不屈的操守 但也没有完全失了道德底线 所以争取这些人的手段很简单 那就是主动递给他们一个台阶 傀儡王就是这样一个台阶 大家哪怕心里啊 都跟明镜似的 但嘴上呢 当然不会说破 眼看着台阶递过来了 解剖下驴也就是了 自己啊 早就想投降当顺民 过好自家的小日子 等的呢 就是这么一个台阶 所以傀儡的身份 血统就算还有瑕疵 也不是很有所谓 在家的地方 都能被大家自欺欺人的脑补成真的 所以说 约翼搞绥靖 却不立一个傀儡齐亡 等于在开头最关键的一步 就走错了 接下来 在矩城和吉末撤围 让矩城立了齐国新军的消息 有机会传遍齐国全境 这是第二个重大势策 这都是自掘坟墓的路数 以后注定会一步错不步错 就算英国后来没有临阵换将 让岳翼一直在齐国打下去 岳翼也未必能够顺利收担 其实还存在第三件必须要办的事情 但岳翼没办 假如指挥官不是岳翼 而是干冒的话 怎么都会把这个披露补上 到底是一件怎样的事呢 我们下一讲再谈